香港女科学家逃亡美国 曝光疫情惊人真相 2020年7月10日 逃亡美国的香港病毒学家 严李孟博士 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表示 中共政府掩盖了武汉肺炎疫情 她站出来说出真相 无关政治 因为这与全人类性命攸关 这种病毒非常非常危险 可能会快速发展到 每十人里有一人确诊 并且不要指望有疫苗 因为人类完全不了解它 严李孟博士之前 在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职 她所在的实验室 是专门研究流感病毒和大流行病的 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 2019年12月31日 严李孟接受身为世卫组织顾问的上司 潘列文指派 秘密研究武汉出现的 类似于SARS的冠状病毒 但由于中共拒绝海外专家 甚至包括来自香港的专家 去中国进行调查 因此严厉梦求助于大陆的朋友 当天一位在中国疾控中心认知的科学家告诉他 有家庭群体感染病例 说明这个病毒存在人传人 请注意 中国疾控中心是中共国家卫健委下属的 同管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的最高机构 这意味着12月31日前后 北京最高当局已经知道病毒会人传人 而此前一天 12月30日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 在朋友圈发出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预警 并因此被警方找去训诫 严厉梦将其中的一些早期发现 报告给了他的老板 老板只是点了点头 并告诉他继续努力 几天后 即2020年1月9日 世卫组织却发表声明称 中国政府指出 病毒可在某些患者中引起严重疾病 但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轻易传播 严厉梦说 在世卫声明过后 曾经公开讨论该病毒的医生或研究人员 全都被噤声 而在香港 当他于1月16日再次向其主管 汇报病毒调查结果时 却被严肃警告 不要跨过中共政府的红线 否则我们会被消失 直至1月20日 中共才通过中南山之口 公开披露病毒会人传人 整整错失了20天左右的黄金防控期 致使疫情迅速从武汉扩散至全国 进而蔓延至全世界 至今仍然看不到尾声 严厉梦表示 这个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 现在大约每600人 有一人感染 将来可能每10人就有一人感染 留给世界去做正确的事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也是为什么我需要告诉全世界 8月初 严厉梦在英文大纪元专访中 再次讲述了中共掩盖疫情信息的事实 并表示 人人都有权了解真相 谁也不能置身事外 包括你的健康 你的生计 你的生命 截至8月16日 肆虐全球的武汉肺炎 已经造成全世界超过2100万人感染 77万余人死亡 因中共和伊朗隐瞒疫情数据 真实数据比统计的要高 严厉梦博士出于良知 冒着生命危险将真相披露于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并设法自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